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自己也特别想做 然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多时间啊那赶紧做吧 然后但最后其实还是拖到了现在 拖到现在现在疫情其实已经好转了 感觉我们脸上都有笑容了 之前的话大家都紧张一点 而且的话我昨天采访有个producer他告诉我 他说6月12号就可以所有的onside的工作都可以开始了 对 6月12号是加州 洛杉矶这边他们说是要重新启动 对对对 我们的拍摄的这个境况 是啊 其实我在想没有那么多人应该会在现在马上就开工吧 对对 这也太夸张 太可怕了 是 是 毕竟毕竟洛杉矶都还没 就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地带吧 我觉得 对对对 但是就总体来说 怎么来说都是好事情吗 因为能做的 他会加强那个防护 然后就开始 然后不行的 那你反正就再等一等咯 然后总之就不会说像寒冬一样 大家感觉什么活也干不了 是没错啦 我觉得就是只要防护措施做的好呢 什么时候开工 就像你现在开工其实也不会太紧张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也叫开工 所以就是疫情这个事情 那疫情的这段时间 你在做些什么呢 疫情这段时间呢 除了我自己在做YouTube杀时间之外呢 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 大大杂 然后今天家里洗洗衣服 逗逗猫 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事 不过呢 在疫情之前呢 就是我做了很多不同的相关的一些 影视的工作嘛 像你刚刚讲的所谓的casting啊 还有演员 还有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就是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我辞去了现在我做的选角工作 反而去了另外一家公司 专门去帮忙去做一些其他演员的寻找工作 但是我们找的人比较算是素人 而不是真正的演员 所以也是也是自己的活儿 然后呢 去别的公司去打打杂 就这样 那还是casting 对吧 还是演员找演员 对 OK 不是找演员 比较像是找素人 啊 就发掘他们要找的人 啊 是发掘一些素人 嗯 不是 这一个公司呢 他们做的东西是一些网路平台 然后这个网路平台呢 他们有点像像脸书啊 像Instagram啊 或是像一些 我们做了Instagram 脸书 还有Twitter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就是Twitte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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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他们就是找一些现在当下的新闻素材 就像我们的疫情的问题 嗯哼 所以我们去找了一些很多 就是因为疫情问题的人 去做一些访问 去做一些访谈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呢 推广出来 啊 OK 所以呢 对 所以呢 其实这些人 反而我们不希望能找到演员 因为你知道很多演员其实都骗人的 他们的故事可能都假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其他部分是属于素人的故事 嗯 然后对现在的疫情的状况 所以这也是我在这疫情 除了自己在家打杂以外所做的事 嗯 OK 所以啊 工作有点类似 但是不一样 找的对象不一样 嗯 性质不同 不需要那么多考验人家的演技 假的东西 不要那么多 要真的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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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是 thigh身上的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啊ometer 其實如果真的是说难度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些 катthene director 来讲 这个难度更高 哦 更高 如果是在讲演员的话 对不对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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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 其实我们整个流程下来 我们选角试镜啊 其他人 还有 Hai Hepensiehan 然后到排练啊 然后到排练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定下来 嗯 可每是一个没经验的 没有素能 就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点 學習的演員的技巧啊 他們對故事的內容可能會比較屬於一兩句話就沒了 要不然就是他們的經驗來講呢 可能不敢錄東西 不敢錄製東西 或者是這些經驗來講呢 他們都不是很純熟 嗯 而導致有時候找到最後呢 準備要發東西出去的時候這個人不見了 哦 就是不穩定 不確定性比較大 沒錯 哦 OK 那是那就是你在疫情期間 呃 但是你疫情期間那你都是通過網絡 online 去找做的嘛 對吧 對 也只能這樣做 全部就是全程都在家裡 完全沒有做其他事 哦 所以我們大部分用的呢 就是像email啊 或者是用的啊 不同的軟件 嗯 就是他們 IG 啊 或者是Facial media 各種 嗯 對 內部的一些交流 交流方式 嗯 去找人 OK 挺有意思 那那個 那疫情之後 那將來那個 呃 所有的劇組都開始拍攝了 那你還是會回到原來的工作上吧 我相信我會回來 只要有工作 只要有什麼工作我什麼都做 對 因為我們今天談的主題其實就是這個 你原来的工作 Casting Director这样的事情 还有你觉得那个疫情的话 对影视的话影响有多大 你看到的 这个疫情对美国的拍摄 还有影响其实非常的大 因为这次的疫情呢 第一个我们全部都停工 但是另外一个其实对亚洲 尤其是对华人来讲 其实很多东西从外地来的 到这边拍摄的机会变少了 毕竟像你看封城啊 或者是一些防护措施啊 这些东西都是遇到亚洲人 都没有办法来到这边拍戏 那我的工作呢 大部分都是接国内的活 或者是亚洲的一些活 所以呢在当地的活比较没有那么多 反而做起工作来 要重新开工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对还加上签证这些 也更难了 没错没错 签证不要想 嗯总之就是还需要时间 看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